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股倉 一個分享投資知識成長的地方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下銀建指數這禮拜的狀況 在9月19日兼容海嘯之後 銀建指數是直接回檔了10% 那從高檔算下來已經回了19%左右 也跌破了季線 算是走了一個空頭的整理 在週二央行總財洋金融也有提到 一個月內會做出政策的調整 整體銀建股算是沒有繼續在恐慌的殺低 不過短期上房市的成交熱度是絕對會掉下來了 我還是維持一樣的看法 房市如果開始出現幾個月的價平量說 將央行達到降溫的目的 而房價事實上也沒有出現崩壞 對中長期的投資人來說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銀建股還是能夠維持預期的獲利 也不會再有更激烈的打房政策利空出來 但在這種沒有特別利多利空的環境下 短線上可能股價就是比較盤整的格局 要等待明年有一些獲利好的銀建股 開始入障進來 大家才會開始發現 原來還是有體質好的銀建股 依然維持著高獲利高配息 但在目前比較盤整的格局 加上打房之後的房市數據都還沒有開出來 我還是會站在比較慌慌的態度 不會急著現在馬上就要去搶進 這樣資金可能會等待比較久沒有效率 而且或許還會持續有不同的利空再次打擊股價 所以我會先觀察至少短期5到10日均線 開始出現走平 並且股價佔了上去 那表示短線上至少已經走穩了 也會是比較多至今共識的關鍵訊號 這時候才會再重新拉到銀建股的部位起來 不然大概就先維持25到30%的配置 銀建股依然還是一個中長線很好的資產配置 漲上去的房價基本上沒有出現崩跌的話 那建商手上的獲利就一樣還在 公司的價值就是一樣的 那就回到長期存股的初衷 長線布局好股票等待一波獲利的收成 每週一樣的也會跟大家持續分享一些房市關鍵數據的變化 那在經過8到9月這波文建股修正後 在社群聊天室就有很多朋友說到 這次認知到資產配置的重要性了 除非你是短線手腳很快進出的投資人 否則都已經累積有一定的資金部位 並且是中長期的投資人來說 資產配置和風險控制一直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也是不斷的需要去調整學習的地方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做法 就像過去影片中經常聊到的 我的資產組合大致上會分配三類 ETF 高風險報酬比的SHOP股 和高資源的策略股 還有一塊就是銀建股 ETF 主要是無腦的定投市值型的ETF 像台灣就是投0500 6208 這類市值型排序的ETF為主 也會搭配一些看好的主題型和高席的 那這一塊的目的就是直接透過ETF 去參與整個市場的平均報酬 台灣的全資股就是以科技股為主 基本上都是很吃訊息流變化也很快速 直接透過ETF一包買下得到平均報酬 可能比起買個股花的時間成本CP值更高 而我的策略選股名單中 高風險報酬比和高資源的股票 就是去挑選長期連續配期而且填期 並且美貌一分波動風險換來的報酬最划算的股票 這類股票的特色就是經常可以看到時間拉長的股價走勢 就是相對的平穩上漲 回檔的幅度通常會比大盤來的小 而且另外報酬率很多都能超過20%以上的肌肉股 想之前持續分享了Pride Pride的隊長科中飛從越信邦等等 可以直接去看看APP中的股票池和影片文章 這一塊不會追求的就是穩健長期打牌大盤的報酬 通常都是相對成交量沒有很大冷門低調的引擎冠軍 那今天後面也會來分享其中一檔Pride最新的資訊 也是我這禮拜持續加碼定投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蠻多有一個特色 就是初宣席後會有一段回檔 但是到了Q4到Q1的時候都會有很高的勝率 所以會是一套固定的高勝率操作策略 也會來跟你分享 那最後一塊就是銀建股 銀建股就像是投資實體的房地產一樣 它是一個類似資產的概念股 長期來看房地產的價格就是穩健的上漲 從很多其他國家的發展都可以看到 和新都市的房價支撐性是很強的 隨著整體貨幣通膨 資產價格就會持續地墊高上去 而銀建股在台灣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越來越及時透明的實價登陸和成交資訊 也可以知道建商有多少案子進度蓋到哪裡 哪收完工哪收入賬 幾乎是最容易預估未來兩到三年獲利的族群了 再來其他產業是非常難做到的 所以只要能夠有耐心的提早布局 通常一波兩到三年的循環 都能夠賺到一個相對大的波段獲利 是我作為資產中充報酬績效翻倍的族群 那最近這一波應該是算一件股自己的小股災 其實很多的機會開始浮現 我也會陸續關注新的訊號和機會 那今天就先來聊一下普萊德最新的狀況 這檔長期年要報酬率超過20% 賺到錢90%都能配給你 台灣一家在歐美市場的引擎冠軍 普萊德在第三季出席過後 曾經跌到最低133塊 很多人就在那時候就會問到 是不是不能再長期存股了 但其實就像出席前分享到的 這類高風險報酬比的SHOP股 和高配息的GEO股 在第三季出席後的慣性 因為籌碼的調整 很高的機率都是會先一個修正 然後到Q4到Q1再開始啟動下一波行情 普萊德的生意模式和產品結構持續改善 讓它維持很好的績效 外資大戶在出席過後 也持續維持一路的買進 在這禮拜創下了收盤的新高了 那今天就一樣的 更新一下PRIDE最新的基本狀況給你 維持最新的資訊囉 在影片開始之前 一分鐘跟你分享一個訊息 我和Cmoney合作專業全股主開發的APP 在9月將進行全新的改版 新增除選席的提醒 讓你在除選席前更方便的操作 也增加了個股過去配期的資訊 可以清楚的知道公司營運分配率和平均的殖利率 更精準的預估公司外的配期 那也整理除期和除權的日期和過去填期的狀況 讓你非常方便的掌握配期的所有資訊 另外全新的策略選股詞和自選股名單 也計劃依照各股屬性 提供適合的本進比或是本益比的價值評估 讓你投資的時候 可以更方便的參考歷史估值 去判斷現在是處在什麼位階 而高風險報酬比和高足利的策略名單 也是我長期一直從中挖寶的股票池 透過篩選長期連續配期 並且都能夠填期的基歐公司 再去排序風險報酬比和足利最強的市場名單 讓我的投資勝率提高非常多 最重要的是每週都會在APP中的學習專區 提供各股詳細的基本面分析 像是營建股的接安銷售狀況 年度獲利預估 公司接安的在手訂單案量 還有金融股每月的1PS和籌碼的變化 投資股票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公司未來的基本面變化 這些關鍵的數據 會讓你更清楚未來的趨勢 就不會受到短線股價而去FOMO的影響判斷 投資的核心會轉為中長期的基本面 讓心態更穩 長期持有好股票 累積財富 那加入專業版的用戶 也有專門的社群聊天室 每天和我們有同樣喜好的朋友們 分享資訊聊聊市場的變化 投資存股一群人會比一個人走得更遠 那超過幾百名用戶也都給我們正向的好評 那我們未來也會針對APP更新提供更好的服務系統 因為價格也會做一些調整 下週末會有改版前最後一次優惠活動 眼角可以省下超過4000元 每天只要13塊不到 就可以完整的享受所有的服務 絕對是非常划算的 有興趣的下週可以注意一下 那本來就有訂閱專業版的朋友 都還是能夠維持原本的優惠方案 持續沒有極限 直接升級新的APP版本囉 那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PRIDER股票代碼6263 今天要介紹的公司PRIDER 是一間經營網通設備品牌的公司 品牌是Planet行星的英文 在台灣就是執藝成PRIDER掛牌上市 那PRIDER是台灣少數做到全球品牌的公司 產品行銷160多個國家 是一間台灣的引擎冠軍 那產品多是在歐美地區銷售 而且是主打B端的市場 產品都是屬於政府和企業大型基礎建設使用 不是直接對一般的使用者 所以在國內比較少人聽過這個品牌 那PRIDER在1993年成立以來 至今超過30年了 沒有一年是賠錢的 這與PRIDER的生意模式有關 那在合理區間的PRIDER 是會持續維持定頭的一檔標的 未來網通的比例還有很多的利多 也是各國政府很積極在擴大基礎建設 像是在AI的通訊架構、6G、車聯網等等 市場整個網通產業在未來5年 還是能以雙位數的年複合成長率再擴大 是維持一個上升的產業趨勢 PRIDER業務營收占比52%來自於工業級網路 22%以太網路的供電設備 12.2%的光纖網路設備 7.9%網路交換器所組成 那我們可以看到 PRIDER長期的毛利趨勢 呈現一個持續成長的態勢 最新跌跡財報來到的新高47% 這最主要是產品結構上持續的改變 增加高毛利的工業級網路設備比重 像近期持續發布的新產品 針對最新的Wi-Fi 7的需求 以及使用再生能源供電相關的長距網路設備 針對戶外、工業、交通等等相對嚴苛環境需求的產品 工業級等級的設備 在新來新和產品規格上都做到更加的嚴格 是作為一些公共建設和大型交通運輸上使用的 並不是所有廠商都能達到的 所以利潤都會很好 而且這一塊業務不論景氣好壞 基本上政府基礎建設是會持續進行的 甚至經常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下 政府會靠基礎建設來刺激經濟 所以PRIDER營運不太會受到景氣影響太大 那股價才會呈現長期很穩健的上漲 我們把同樣是幾個網通族群的毛利放在一起比較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差異 PRIDER的毛利率是高出非常多的 而且持續的越來越好的發展 這除了產品出貨組成持續優化外 另一個原因就是PRIDER做的是品牌 專注在品牌的研發設計 而低毛利的製造是交給三間台灣代工廠在做 這樣做的好處是發展不會受到產能的限制 當有需求的時候可以從幾個合作的代工廠去增加產能 把量拱出來 所以在業務發展上的含性會來得更大 不會受到產能的限制 如果需要將產能擴張到海外其他生產地區的需求 也是很容易可以達成的 不會像代工製造業一樣會有工廠的限制 所以PRIDER在不需要大量資本支出的情況下 就可以維持高獲利的成長性 也就是這樣的原因能夠每年將賺到的錢 九成都配出來給股東 帳上現金足夠 而一長期的負債比也都是相當低 擁有很穩健的財務體質 另外也可以看到PRIDER在第二季出貨周轉有蠻明顯的下降 經過庫存調整之後 回到2022到2023左右健康的水準 在整個出貨客戶分布上 前十大國家與前十大客戶也都相當分散 我很喜歡這樣的公司 業績長期穩定 不需要太大的資本支出 加上客戶群足夠分散 這樣的股票長期存起來相當的安心 比較不容易遇到一次單一事件就造成重傷 投資永遠風險至上 不管你賺多少錢 只要碰上一次大賠 那可能就是只上富貴了 所以我追求是透過存股投資 讓資產穩健的成長 而不是在短時間內迅速地翻了好幾倍財富 通常這樣就是伴隨著高風險 在未來的成長動能上 像5G、Wi-Fi 6、Wi-Fi 7、智慧工廠、交通 再上AI的中斷硬體 逐漸開始導入 這些基礎建設持續發展 統統在未來三年 市場預估年幅的成長率 依然是維持在雙位數成長 美國也有很大筆的基礎建設預算 還沒開始反映出來 在今年的部分 累積到8月營收成長率是-0.46% 隨著毛路率的成長 EPS年增率是-0.7% 而從趨勢來看 第二期PS是創下的歷史新高 而第三季目前7到8月營收 也是轉為正成長 在過去幾年來 除了去年以外 每一年基本上都是下半年業績 會比上半年更好 這主要是因為普蘭德接了很多飆案的生意 會集中在下半年 而去年2023下半年是剛好比較差的狀況 所以預期今年整年的獲利表現會是維持成長的 我們就是逐越來追蹤你收的變化啦 配期政策上 累積延續配期24年 4年平均至於是6.2% 維持很久賺到的錢90%都配給股東 就像前面說到的 因為做的是品牌研發 不太需要這本支出 所以有非常好的現金流 隨著獲利穩健的成長 配期也就持續的長大 那在價值評估的部分 像這類ROE長期到15%的成長股 是用P Ratio來評估價值區間 Apple中會以過往5年的市場估值 來計算目前的價值區間 Prize在除全息後的回檔 有來到了合理價值區間 近期開始接近第十季旺季 再加上外資大物持續買超 不就要來到了昂貴價值區間 Prize自己的策略是 是維持在下半年出現期後 持續定投 作為Shop股的資產配置 而比較保守的投資人 建議在有修正回檔到合理價區間 可能是更安全的做法 但投資最重要的還是個股的基本面 持續追蹤基本面 如果在預期的發展上 那就可以維持策略 但如果基本面有所變化 也就要做出調整 尤其在目前整體大盤都在相對高檔的位階 那國外的謹慎處理 那就分享給大家囉 那今天就到這 我們下週再見啦 掰掰